持续不断的热 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似乎也是个网红 这个叫猪什么龙不知道 在哪个平台也不知道 骑了 骑行的 是个骑行的一个网红吧 骑共享单车骑到了三雅 从海口骑过去的 骑了三百公里到了三雅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女孩子家 这个女孩子好像是比较知名吧 叫做皮佑 你看名字奇怪啊 是不是他太有名了还是咋的 怎么这个为什么这么热 热的现在还在热 那他跑到他的家呢 他就是一个富的家了 也就是一个美容的家了 就是人家是个度假的一个家 到了他这个塞亚别墅 这个家伙跑到人家家里 喝了六瓶茅台 住了半个月 这个女孩子呢 这个派阿姨到他家做卫生 才发现这个哥们在那里住 就被报警被抓了 有律师分析这家伙的这个罪行 够三年 入赤盗窃罪 非法侵入罪 不知道什么罪吧 现在已经被刑拘 这个家伙呢 三十岁 也就是这么个事吧 但为什么这个事 他点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热 你看他是非法战友盗窃罪 够三年徒刑说这些个东西 而且六台茅台 这价值很大了 大家能可以知道这个点在哪里 告诉告诉我 我学习学习 这个为什么中午被热关注啊 那也不是有什么好离奇的 真的没有什么好离奇的啊 画阳 我 Villa 你 我